带鼠是一群拳击高手 有着精灵的攻击力 狙击勾射算 四大带鼠全力集出一拳的力量 要为140千克左右 如果你不小心也到了这些拳击高手 你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不要慌难要保持冷革 带鼠只有在领地遭到入侵 谁才会主动攻击 所以千万不要做出任何挑衅动作 比如抚摸他的头或者尾巴 这样会激起带鼠的攻击欲望 还有就是不要马上转身逃跑 因为带鼠的蹦跳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 除了使用前爪攻击外 带鼠还常常使用盘外招 一双强有力的后爪连灯带踹 而且他们会用强撞后腿猛踢低 瞬间压力能达到1000千克左右 这种力量相当于一辆小轿车创上 造成严重的内伤 所以大家更不要与带鼠发生正面冲突 根据拳王泰森的说 他扛不住两米高的带鼠三拳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主动示弱 假装咳嗽或者并样样的样子 这回样带鼠认为你并不会对它构成危机 然后面向带鼠慢慢后退逃离战场 不过千万不要装子 因为带鼠可能会以为你是一块肉 并且把你当成补餐 如果你有心肌肌肌肌 那就更好 赶紧溜支大吉吧 肌肉猛男带鼠是怎么练出这般身材的 难道他们每天都去健身房吗 其实带鼠的肌肉是天生的 他们有一个特殊基因可以保持肌肉壮的 骨骼肌质量约占其中质量的50% 可以说是哺乳动物中比较高大健壮 比如雄性红带鼠可长到两米多高 体重达到70公斤 还有一身健着肌肉 带鼠的特点是跳得高跑得快 带鼠的下肢腿部肌肉强壮有力 蹦跶的速度非常快 它们可以跳出4米高和10多米远 带鼠头部很小 所以敌人很难打中 而且头皮很厚实 即使打中了也不会对它们造成太大影响 带鼠的尾巴里面有20多个椎骨 相当于它们的第三条腿 不仅能帮助它们跳得更快更远 在战斗时 带鼠还会用骨骼支撑出身体 释放手脚进行攻击或者防御 带鼠是一种有带类动物 母带鼠有一个育儿带和4个乳头 小带鼠出生时体重只有3克左右 体型仅一粒花生米那么大 需要自己慢慢爬进妈妈的育儿带里 吸损乳水才能存活 小带鼠会在育儿带里 待上几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期间它们会逐渐长大 长毛长牙 张开眼睛 长出后腿和尾巴 也会时不时探出头来 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岁后才完全断难 逐步开始独立生活